我就是我的贼务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 我是猪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之恩同人小故事 善意花心让泥豆子生气被动 泥豆子给善意和炭治郎缝补衣服 无惨又重新杀了一遍下旋鬼 但理由不一样 无惨在无限城聚集了12鬼月的下旋召开会议 烟梦 露炉 冰夜 冰淤子 府夜 五只下旋鬼刺客都有着一致的心声 无惨大人真的非常瞒目讲理 简直就像我老家的那个比我大两岁的前辈子的 这时女装无惨喊的 喂 那边的 那个你 你喜欢墨里还是线舞 被第一个叫到的福夜十分的慌张 这不都一样吗 竟然敢对无惨大人提出质疑 福夜成为了第一个领合番的人 无惨拽着夏旋之六滴着血的头颅骂骂咧咧的 吱吱喳喳的吵死了 我不会犯错 我的一切都是对的 地上跪着几只夏旋鬼 吓得浑身之哆嗦 这时无惨继续提问 你呢 冰夜磕磕巴巴的回答 木 木铃 不料无惨愤怒的说着 为什么不是石桥啊 然后夏旋之三也被残忍的杀害了 气氛愈愈发的紧张 林玉子试图拍马屁 我 我是石桥拍的 露露也是复合的 我也是 竟然还敢讲话说 乌彩十分的恼火 刚才的话里什么时候出现过石桥了 接着传来了 的惨叫声 夏旋之二的和夏旋之四的两只鬼 也命上黄泉了 乌彩问着仅存的阴梦 你还有什么阴吗 阴梦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迅速的摆出了崇拜的样子 木 木铃的身高 虽然看起来那样 听说其实有超过尾巴哦 乌彩听了若有所思 看来是对这个答案认可了 随即满意的笑着说 很好 我喜欢 我就赏你一点我的血吧 就这样 夏旋回只有夏旋之一 幸存了下来 看着这儿 竹梅应该是蒙圈了 有没有小伙伴可以解释一下什么石桥什么木铃线舞的 最新明星跟这个有什么故事吗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故事 泥豆子突然拽住了贪之郎的衣服后白 泰之郎哭怒话道 怎么了泥豆子 看泥豆子比划了一大头 泰之郎大概领悟到了 哦 衣服变得泼泼泼泼泼了 然后泰之郎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 哎 这是我还未成熟的证据呢 虽然我很感激引的成员愿意帮我修补衣服 但是我也得精进到 能够接下攻击的程度才行啊 嗯 这时豆子用力更大了 泰之郎喊道 是说泥豆子 别那么用力了 会扯烂的嘛 看着泥豆子竭尽全力的样子 泰之郎恍然大悟 怎么了 哦 那倒说 泥豆子你要帮我缝补吗 嗯 泥豆子举着双手 信心满满的硬道 泰之郎却有些忧虑的递声说 可是自从你变成鬼之后 连折纸也只能折那种最简单的那种 用针什么的 听了这话 泥豆子可是很伤心啊 小表情瞬间就不高兴了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泰之郎 连忙摸着妹妹的头说 也是好 道歉道歉 那可是泥豆子的特技 原谅我 我去跟葵小姐去裁缝道具过来哦 善逸 善逸 拔着门 善吁吁的 我回来了 你听我说啊 炭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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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之郎礼貌地回复了一句 我又回来 沙逸 看到泥豆子正一手持针线 一手持炭之郎的对付 沙逸 无事献阴情道 泥豆子叫 难道你在缝补衣服吗 曾 豆子没有搭理自己 沙逸直接爬到了泥豆子面前 你也能帮我缝补万挂吗 好可爱啊 不料又被兄妹二人忽视了 炭之郎温柔地对泥豆子说 指甲有点碍事 本来还有些担心呢 该不该让你拿支针 看来都是起人之用呢 说吧 炭之郎心想 不过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毕竟泥豆子从以前起 便已经很慎常女工了 哥哥在一边说 妹妹在一真一心 为哥哥缝补衣服 这画面十分的温馨呢 炭之郎转头对上一说 虽然我也不是不会缝补 但是还是不如泥豆子缝的这么好 成品好的可以拿去卖了 沙逸冒至小惺惺的复合道 是这样吗 真是手巧呢 不愧是泥豆子将爱 炭之郎看着豆子不自觉的说 泥豆子的这身衣服 也是他自己不断缝补不过来的 我想他其实也想装得更漂亮吧 但是他却笑着说 比起这个 他更想花钱 让地面上吃上一顿好的 我总是让他忍耐 所以等我多存一点钱 我想给泥豆子买一身漂亮的衣服 说发了一大痛 意识到沙逸刚才好像有少说话 别问道 对了沙逸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不料沙逸说道 听完你的话 我觉得我突然又觉得没有所谓了 是吗 炭之郎表示十分的无语 脸上透出了十万分的无奈 而沙逸此时的表情 却变得认真了起来 陷入了沉思 虽然泥豆子这样的衣服 的确说不上是高级的货色 可是他是珍贵无价的 即使没有说话 我却能够感觉到 他的每一针 每一针 潜藏着 对炭之郎的心意 我至今 明明送过不少价值不凡的东西给女生买 现在这样一笔之下 我突然又觉得 那些东西毫无意义了 小妖有回报的爱情 我实在是太过肤浅了 很快衣服就缝不好了 墨着缝不好的衣服 炭之郎夸散的 啊 泥豆子果然很厉害呢 尝尝这个 感觉像是在被泥豆子保护一样 力量都有出来了呢 谢谢你了 炭之郎摸着泥豆子的头表示感谢 兄妹二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边的善意算了 心想着 果然还是比不过 真正的牵绊呢 妈 虽然比较也是一件狂妄的事 这时突然一举手 抓着善意的衣服 善意瞬间炸了门 怎么了泥豆子叫 泥豆子抓着善意的衣服 炭之郎解决说 善意也脱了吧 善意幸福的咬死了 身体迅速升温 脸部脏红 脱了 炭之郎继续说 善意的外挂也很破烂了 因为泥豆子 看来想帮你修补一下 善意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摸着额头 然后扑通了一下 跪在泥豆子面前 激动的说着 我也可以吗 真的吗 先一笑 真的可以吗 即使我能够分到 他们两人的幸福 即使我得到了 泥豆子酱的温柔眷顾 此时早已经飘向远方 幻想中 自己正因为缝补衣服而发愁 这时泥豆子抓紧自己的手 并示意帮我缝补衣服 然后泥豆子朝自己甜甜的笑着 自己也有些羞涩的红了脸 想到这儿 善意不禁自的笑了 那么就拜托你了 从善意的身上 传来了幸福的气味呢 炭治郎笑着问 你这么高兴啊 善意闭着眼睛 心里的小鹿乱撞 头上直冒一小献献 因为有女生 愿意羞补衣服什么的 这简直就像是 富富色的不是吗 这已经只能结婚了吧 炭治郎问的 该谁 你说谁 干啥来着 睁开眼睛的善意 看着炭治郎正看着自己 并诡异的笑着 吓得跳了去 为啥会有这么可爱的笑容啊 灵营一边 依着小泥豆子 介绍自己用野猪做的头套 露皮做的裙子 熊皮做的鞋子 并示意道 真正的职人 是不会挑剪不料的 尼豆子表示灵灰到了 摆出了OK的手势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小故事 想意正双臂展开 敞开胸怀 心冲冲的朝着尼豆子跑来 尼豆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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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意满脸 洋溢着幸福 甚至还充满着许多 爱意的小喜心 都从头顶冒出来了呢 可是恋爱可不太适合 采取这种激进的方式 尼豆子被山翼那缝年的样子 吓得躲在了炭治郎的身后 瑟瑟发抖 而炭治郎也是一脸嫌弃 终于忍不住了 展开双臂 挡住山翼吼的 山翼 你够了 尼豆子不喜欢这样 按照惯例 山翼当然又去使出了 抱大腿撒娇这种招数了呗 炭治郎 这是一个路人小姐姐 是要拿着一个手帕走了过来 那个 这个 掉地上了 看到又是一个美少女 山翼的华士兵又犯了 脱单就在眼前啊 然后山翼又失去了理智 冲上去 拉住了小姐姐的手 拜托 给我结婚 山翼可真是个变心 比变脸还坏的花心大萝卜呀 因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边的炭治郎兄妹惊呼 肉人小姐姐 此时也是被眼前这个鲁莽之音 吓得迟茂冷汗 估计蓄里已经把山翼 当成了变态了吧 竟然敢偷看别的女人 尼豆子十分双气 直接冲上了山翼 炭治郎又料到了妹妹要干什么 循色赶紧让她躲开 喂喂 山翼 可惜于苏不辞尼豆子的不速啊 直接尼豆子一脚踢中了山翼的脸 将山翼踢飞了 简直是痛到山翼的表情都扭去了 身后的炭治郎也因为尼豆子 这蒙女行为大惊失色 呀 小姐姐被吓得掉头就跑 炭治郎赶紧道歉 不 不好意思 尼豆子快速的挥动拳头抱他这善意 善意惨叫 在那里这粗胖的样子 炭治郎简直是手足无缩 张大随试图圈阻一下妹妹 尼 尼豆子 你怎么冷静 都够火了呀 尼豆子 快住手 哼哼 忽然尼豆子抓住了炭治郎身后的箱子 并打开了箱子 怒气不断的从头顶飘出 炭治郎一副惊讶和疑惑的表情问道 要解箱呢 你到底怎么了 炭治郎多少有些担心的看向妹妹 而躺在地上残喘的善意还在嘟嘟囔当当着 尼豆子 难道你 在豆子钻进了箱子 炭治郎赶紧上捡恩问善意 原先海底站 刚才明明还那么讨厌 善意 你没事了吧 走了哦 善意有气无力的硬的 嗯 尼豆子这 这就是花心的下场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咯 喜欢鬼灭之人 唐人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 加分享小猪的频道哟 爱你们呢 么么哒 加尾 下酷的小胸 点赞 字幕请不吝p 咧